好 下面我们进入这个第八小节 叫多元函数的极值以及它的求法 这一小节可以说是整个这一章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板块 那在2018年的考研中 我们数学123 这一章的大题就是出在了这个地方 叫条件极值那道题上 是以一道用用题的形式变出来的 大家可以找一下 所以这一小节是重点小节 大题基本上都出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极值以及它的求法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高等数学上层我们也学过 我们不但学过极值和它的求法 我们还学过拐点和它的求法 我们还研究了单调性 凹凸性 但是到了下策 多元函数只有极值 极其求法 什么拐点 极其求法再也没了 所以内容少了很多 好 我们来先看什么叫极值 那么它的定义就类比高等数学上 这样回答 给了一个二元函数 在这个点的某个领域内有定义 如果对于这个领域中任何其他异于这个点的点 都有其他点的值 比这个点小或者比这个点大 我们就称这个点叫极大之点或者极小之点 那通俗一点来讲 觉得这个道理 画个圆 咱们知道 领域是个圆 二维 这个点叫P0 中心点 其他的点随便找 随便找 随便找 好 其他的点叫P 倘若发现其他点的值都小于这个中心点的值 那就是极大 如果是都大于中心点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极小呀 这是定义 这个得知道 这个定义还真的考到个意思 比如 大家看下面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这个例在咱们教材上有 翻121页习题1 121 121页习题1就是这个题 这个题如果我印象 我如果没记错 应该是2003年 2003年数学1的一个考验证题 不是03 就是0 应该就是03 03年数学1的一个选择题 后来被统计的教材就是拿过来 用作了一道练习题 这道题有一定的难度 我们来分析一下 说已知函数在这个点的某个领域内连续 且这个咱俩相处有极限等于1 问00点是不是极致点 那到底是不是极致点 我们来分析 这个题到底是不是极致点 这个极限等于1 能够想到哪些东西 我们说二元的极限 有一个东西 咱们课上我没有专门去说 但是大家应该是知道的 什么东西呢 我们往前翻 翻到二元的极限 看有一个基本定理 说二元函数极限等于A 那就能说成这个函数字极 是不是等于A 加上一个无穷小的形式 这个定理在高等数据上中 咱们也用得过 对吧 当时叫托帽定理 是吧 你看极限等于A 字极等于A加上一个R 那么我们来把这个定理 拿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一起试验一下 那就会得出什么呢 那就会得出这个F XY 再减掉XY 再除上X方 再加上Y方 再方 它就得等于1 再加上一个α 对吧 其中α是趋向于0的 是一个无穷小量 那也就说明F XY就是谁了 是吧 FXY其实就是XY 再加上1加α 是不是 X方 再加方 然后再来个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了 那么这样写的话 这是我们的FXY 那这个点到底是不是极致电线 我们来这样看一下 它是连续函数 你连续函数 大家想下面是不是极限是0 非母是0 非母是0 咱俩相处有极限 所以你得得出什么 是不是得出分子 也得是0 分子是0 又连续 所以这里面隐含着谁 是不是隐含着F00 就是0 这个题啊 简单一分析 F00就是0 对吧 下面达到0 说明上面的极限呢 说明上面这个极限 也得达到0 上面的极限达到0 它又是连续函数 那极限达到0 那不就是函数值达到0了吗 所以隐含着这些结论 隐含着它啊 同时也有这个结论 也就是这个话 所以得到FXY等于它 那么我们来讲 这个00点到底是不是极致点 来画个图 试一 这个中心点叫00点 好 看个领域 照个领域 在这个领域中来研究 这是Δ 这是Δ 我们怎么看呢 如果00点 在这个领域中 一直是最大的 那就是极大值 如果这个00点 在领域中是最小的 那就是极小值 我怎么来看极大极小 大家这样来看看 我找一个特殊路子 这条线叫Y等于X 来请帮我看 这条线上的点 是不是有无穷多个 如果我是取Y等于X上的点 这样的话 则 大家看 会得到你的函数变成谁了 则FXY 是不是就写成了X方 Y就是X 是不是再来个1 再加上α 然后再来个什么 是不是X方 加X方 2X字方 那就是4倍的X字四字方 它肯定怎么样 是不是肯定大于0 那肯定大于0啊 对不对 但是不取中心这个点 肯定大于0 我再来一遍 我取24向线 较平方向上的点 再来研究 好 再来一遍 我再取一次 Y等于-X 则 你想 这个时候FXY 它就当于谁了 第一项 是不是-X字方 第二项 其实没变 还是1加α 是不是4X的四字方 那么请问 这个时候 我是正的 还是负的 好 这个时候比0大 还是比0小啊 我们来回顾一下 大家看 这一项是-X字方 它肯定是负的 但是这一项是四字方 肯定是正的 这是取了负 这是取了正 那到底取正取负 因为老师不知道 其实能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不是要找 这个领域中的点 也就是这个X字 是足够小的 对不对 就是这个X字 是要趋近于0的 非常非常小 那请告诉我 当X字非常非常小的时候 这个平方 说比四字方 要大的多的多 听到没有 你平方 比四字方 要大很多很多 你比如 0.01 它的平方 是0.001 它的四字方 是0.00001 你看看 比它小太多了 如果这个数 取得特别特别小 是不是这个平方 跟四字方的差距 将会马上拉开 拉得很大 所以 我说整个式子取什么 取负 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是个平方 这个地方是个四字方 四字方 远远比平方要小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发现一个规律 就是在这个领域中 有些点的函数值 比0大 有些点的函数值 比0小 而 这里面你别忘了 F00是谁 F00刚好等于了0 所以说明 有些点的值大于这个点 有些点的值小于这个点 所以按照定义来讲 这个点 它不再是机制 所以答案选择这个A 就可以了 它不是机制 这就是当年那道难题 不太好想 要想到用不同的路子 去否定 它是机制 这就是定义法的一个使用 考过一次 好 我们体会一下 那这种题毕竟很少 那一般的呢 就是要给一个函数 让你求机制 那一般的题怎么做呢 一般的题都是分两步 第一步先找点 第二步再去判别这个点 找哪些点 找导数为0的点 把导数为0的点都找到 找到之后再去检查什么 再去检查 它的二接导的符号 检查一下这个 B方-AC B方-AC小于0 那下结论 它就取机制点 如果B方-AC大于0 它不取机制点 B方-AC等于0 注意可能是机制 也可能不是机制 怎么办 回到定义法 用定义去判定 这个时候没办法了 只能用定义去判定了 这种题从来没考过 没有 这种情况考研 一直没有考过 还从来没考过 得他等于0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我们研究 极致的一个标准的程序 两步走 第一步 先找出所有的可疑点 在113页 有 你看 113页 这个112页叫定理1 113页叫定理2 把这两个定理合在一起 书上给总结了一个 求机制的程序 第一步 先解方成组 得到所有可疑点 第二步 算出ABC 第三步检查B方减AC的符号 然后来研究它是不是极致 至于B方减AC倘若等于0 书上没有说怎么判定 我跟大家说了 如果B方减AC等于0 一般就是定义法 好 下面来 我们通过一组例子 带着大家来做一下这个极致的问题 看我们的例 我们的例子就是教材的例子这个提案 教材例子 给一个二元函数求机制 来 第一步找出所有点 找哪些点 找导处为0的点 对X的偏导 好 我们算一下 对X的偏导 那就是3X的平方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6X 再加6X 再减9 让它是0 对Y的偏导 XY 那就是-3Y方 再加6Y 也让它为0 好 令它俩为0 找到点了 找到谁了 来 找到了有四个点 叫10点 10 12点 12点 -30 甚至-32 你看 好多 一下找到四个点 有多少找多少 那么第二步 是不是要检查他们的ABC的值类 好 来算出二阶档 第二步 算二阶档 那就是F-XX 大2 那么这个地方叫6X 再加个6 然后呢 再来F-XY 大2 这个是混合导 混合导等于0 再来F-YY 大2 对Y的二阶档 算的结果 -6Y 再加6 好 然后回到 这个定理 是不是要检查 这四个点逐一检查 是否检查他们的ABC的符号 好 我们检查一下 对于10点 对于10点 大家容易发现 它的B方-AC B方-AC肯定是小于0的 且A呢 A往里带 A是等于10 对吧 这个A是大于0的 A大于0 所以这样就推 这个点达到了极小值 也就是这个点 F-10等于几 往里带 F-10等于-5 达什么 达极小 达极小 那么同理 那么同理对于这个1 2和这个-3 0 甚至-3 2 这些点 同理处 同理 那同理就是处理 我就不再处理了 这个往下就很一样了 再写就有点重复了 是否同样去检查他们的这个ABC的值 你会发现 这四个点 他们的B方-AC 要么都是大于0 要么都是小于0 都没有出现谁啊 是否都没有出现B方-AC等于0的题 没有 这个种题哈 是没有考过的 没考过 未考 一直就没有出现过 那咱们教材上没有讲过这种题 辅导书一般也没有 等到大家年后暑假强化班 到时候呢 我会去在这个讲 就是如果遇到B方减息的情况 那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 我们现在不讲 因为现在你讲的话那就太多了 我们先掌握这些最简单的情况 好 这是LIA这个题 我没有做完 剩下的三个点我不再做了 自己做一下 然后来我们再往下给大家补了一道题 这个题哈 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这也是求机制 二元函数 说Z等于ZXY 由一个方乘X方加Y方加对方 减2X加4Y 减6Z减11等于0 求它的机制 这是个隐含数 这个题曾经是一道考研真题 很早以前了 考研真题 那么这是隐含数 不管什么含数 求极值 是不是都是一样 是不是都是两步走 先找点 那找导是为了那点 来 求导 对X的求导 那就是2X 再加上 直接求 2X这个求导没有了 这个地方求导 是不是2Z 2Z 是不是再来一个Z对X的导 Z对X的导 然后呢 再减掉这个2 然后呢 再减掉6倍的 是不是Z 再对X的导 是不是等于0 然后呢 再来 对Y9导 那是2Y 再加2Z 再来Z对Y的导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4 再减掉6倍的 Z对Y的导 等于0 然后呢 把这些导数都找到之后 往下是不是要找出我们的点 这是第一步 我就令偏导 令偏导得0 然后呢 再令偏导得0 令两个偏导都得0 大家会得出一些点 你看这个偏导为0 这个偏导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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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X等于1 那Y是不是等于2 所以则X等于1 Y等于2 Y等于2 那么这样的话呢 同时 是不是带到原方程 那得出谁呢 是不是又得出我们的Z值 别忘了Z哈 这里面 带入原方程 带 原 方程 会得到Z值 写出来 Z解的结果是等于两个 1-2这个点 往里面 大家解除两个Z 一个叫-2 一个叫这个8 一个叫-2 然后呢 一个是这个8 -2和8 1-2 解的是Z 有两个值 -2和8 -2和8 然后第一步 找点找到了 第二步 是不是再算出 它的二阶导 检查 B方-AC 那第二步了 那这个就麻烦一点了 要算二阶导 二阶导 比如第一个式子 那是不是继续对X的求导 那就是谁了 继续求导 是不是2 再加上 2倍的 然后呢 是不是又来一个Z 对X的导 后面不要动 是不是继续Z对X的导 再加上2Z 别动 后面是不是Z对X的二阶导了 再减6倍的 是不是Z对X的二阶导 继续到以0 然后还得来 是不是去混合导 再对Y就导 对Y就导 那就是2倍的Z对Y的导 然后后面呢 是Z对X别动 对吧 好 那再加上 前面不要动 2Z再乘 是不是二阶导 跟上 一点一点的求导 再减后面 6倍的 是不是再来一个混合导 混合导 又等于0了 还有 还得对Y求二阶导 那就是2 再加上 2倍的Z对Y的导 再乘 Z对Y的导 再加 2Z 乘 Z对Y的导的 二阶导 然后呢 再减掉 6倍的 Z对Y的 二阶导 都等于0 这是第二组为0 都找到了 好 这是 二阶导 然后呢 大家是不是要往里带直了 往里带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往里将它带直 就是带入这个点 1 负2 和这个负2 8 Z有两个值 Z有两个值 1 负2 Z等于这个字1 写个或吧 这个Z等于负2 或者8 好 我们看 对于第一个点 对于P这个点 X取1 Y取负2 Z取负2 对于这个点 带入 对于这个点带入 我们容易发现 它的ABC 我要给一下了 带入1 负2 这个点 A的结果 A 大家算一下 应该就是五分之一 是五分之一 然后呢 B 算一下 是等于0的 0 然后C 往里带 C带的结果 是五分之一 然后呢 这样的话 就会检查 它的B方减AC 那由于 B方减AC 那明显是小于0 且A大于0 所以这样推 这个点 是不是达到了极小值 所以Z1-2 这个点刚好等于-2 达到了极小值 所以这是极小值 那么同理 还有一个点 还得再带入 好 再看一下 当然这是带到2里面 带到2里面 那么再来 对于第二个点 还是1-2 这那是个几呢 是不是个8了 1-2 8这个点 同样带入2中 再帮我算出 一组ABC 这个A 算的是 1-5分之一 这个B 算的 还是等于0 这个C算的是 -5分之一 这样的话 由于 B方减AC B方减AC 那1就还是小于0 那B方减AC 还是小于0 且 这个时候呢 A也小于0 所以推 达极大值 谁达极大值 是不是1-2 1-2 这个点 等于了8 它刚好 达到了极 大值 极大值 于是这个题 那把它写完了 这才是两个 最终的这个答案 一个极小值 一个极大值 这样 这样 好 那你看 像这种隐含数呀 都是这样的 隐含数也好 显含数也好 就是求导 求1接导 找点 求2接导 判别这个点 对吧 2接导 算ABC的值 2接导 算ABC的值 只不过呢 这个地方有两个点啊 两个点就比较麻烦一点 需要你检查两次 算ABC的值 第一组点 大家算一下 就是这个点 第一组点 算的结果 极小 下结论 第二组点 算的结果 极大 咱们书上是写的 AC-B方 我写的是B方-AC 刚好颠倒了 这个一样的哈 插个正符号的问题 好 那么希望大家通过对教材的这道例题和给你补充的这道考研真题 这两道题 你一定要体会一下 通过这两道题要掌握这个二元函数求极值的方法 两步走 第一步 找出导数为零 第二步 算二节导 检查B方-AC 第一步 找导数为零 有多少找多少 第二步 算二节导 检查B方-AC 你看 都是要检查B方-AC 检查完了 下结论 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处理 无条件极值的 基本的方法 这种题也在考 但是没有难度 那除了这种无条件极值 还有什么极值呢 所谓的无条件 就是讲 直接给一个函数 什么都不限制 并没有其他的附加限制 说给个函数 帮我求极值 给个函数 求极值 这叫无条件 没有什么限制 但是还有一些题 是额外附加一些条件 求极值 比如给一个函数 在某个条件下 在某个约数下 帮我求极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俗称叫条件极值 那么有关条件极值的问题 在咱们教材上116页 有它的详细说明 116页第二个标题 讲的就是有关条件极值的处理 那么到底条件极值是什么 以及怎么求条件极值 我们留到下次课 再去谈 咱们说完